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有必要来解释一下Rubicon和Sahara的区别 Rubicon定位于极限越野以及岩石攀爬 而Sahara定位于长途的戈壁或者是沙漠的穿越 定位不同也导致了这两个车的硬件有所不同 Rubicon有更强壮的前后桥并且有前后桥的锁 低速的扭矩放大也由Sahara的2.72比1升级到了4.0比1 同时在中规的Rubicon上它配备了百路池的KM2的泥地胎 是一个非常强壮的越野冷胎 而Sahara配的是比较轻量化的AT胎 而目前已知的预售价Rubicon是54万 而Sahara是46万 所以Rubicon是更加适合那些喜欢重度越野的高端玩家 而Sahara是适合那些喜欢木马人的更普遍的人群 全新一代代号JL的木马人和上代代号JK的木马人 在外形上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区别新老款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灯 因为全新一代木马人已经全面实现了头灯和尾灯的全LED化 你看这个转向灯以及尾灯带折线造型的 这就是新木马人在外观上最明显的特征 而如果你要区分新的Sahara和Rubicon的话 除了刚才说过的轮胎不一样以外 Rubicon在这里会有一个Rubicon的字样 并且龙拱的材质不同 剩下的造型方面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种经典的硬派越野车 它的外形改变并不用太大 复古原始并且极富有个性的外观 才是人们爱木马人的一大理由 而至于最新一代的木马人 有两个细节我比较喜欢 可拆卸的顶棚拆卸步骤非常简单 并且重量很轻 打开后备箱 这里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名牌 上面写着JL 它有两门版四门版车型的车长 轴距等数据 涉水深度 以及工厂的所在地 相比于继续保持原始的外观 新木马人的内饰总算是进入了现代 仪表盘和中控台两个大屏幕 以及随处可见的软性材质 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元素 分动箱和变速箱两个粗壮的挡杆 也是让我爱不释手 其他方面我能看到的配置 一键启动 定速巡航 自动空调 座椅加热 另外还有非常社会的方向盘加热 能看出中规的木马人 其实是已经选到了很高的配置 这个配置水平 对于一个硬派越上来说 应该是足够让人满意了 只不过有一个遗憾 这个地方美规车型有四个AUX的接口 能接一些外接的电器设备 而中规的给取消了 你要另加一些灯什么的 要另加开关 还是显得不够人性化 新木马人轴距加长了61毫米 但是后排的空间 以及座椅的舒适性 并没有本质的提升 不过这能有两个USB和两个Type-C接口 以及一个230V的三箱电源 充电方面给的还是相当的充分 当然静态并不是这次木马人视觉的重点 新木马人最大的变化还是开下的感觉 其实之前我在美国试新一代Rubicon的时候 就已经论证过新的木马人变得很舒服了 而现在开上了Sahara之后 哇更加舒服了 因为这个车使用的是一个普利四通动力侠的 轻量化AT胎 放在木马人这个车上 感觉和普通的公路胎就基本上没有区别了 这比使用大胶粒泥泥胎的Rubicon 在噪音震动的过滤上都好了很多 而悬架在公路上对于颠簸过滤的非常的好 已经没有传统硬派越野车悬架又笨又重的感觉了 只是在经过大的颠簸的时候 你隐约能感觉到这个车下盘还是比较重的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 这个车能感觉到的和普通城市SUV悬架上的区别 而转向也变得更加文明 无论是低速的罗车 还是我现在高速的行驶都非常的轻盈 这在拥堵的城市能极大的博得你的好感 同时在你的小媳妇开这个车的时候 也不会对这个转向产生任何的抱怨 非常的棒 新木马人的动力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点 因为在这种脑牌的硬派越野车上 直接用2.0T的四缸发动机 看起来确实有一些的激进 而且和美规车同时提供2.0T和3.6发动机不同 引进中国的木马人只有2.0T这一个排量 这些2.0T发动机来自于吉普的欧洲轻气 阿尔法罗密欧 266马力 400牛米 属于2.0T里面调得比较激进的那一类 由于新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于之前的自然进行发动机 在扭矩上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2.0T的木马人 无论是低速的加速 还是我现在高速的再加速 你看我现在 都显得非常的轻快 无论什么时候它的动力都要好于你的预期 并且新换的财富的8AT相比之前的5AT 无论是换挡的平顺性还是速度上 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了 所以新的2.0T整体开下来 动一动成的感觉 和一台40万左右的城市SUV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而至于很多人关心的在越野道路上动力输出的线性的问题 我之前在美国2.0T的鲁比肯上已经验证过了 在极限的越野道路上 2.0T的出力非常的线性 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吉普的工程师也告诉我 他们对于这台发动机在越野道路上也进行过特别的优化 所以新的2.0T的车型相比于之前六缸自吸的木马人 动力更好了 可预见的油耗也会更加的低 但是唯一的遗憾是 我自己之前以为2.0T的木马人因为排量下降了 所以它的价格可能会下降一点 但是由于中美的贸易战 美国产的进口车关税杆杆的往上涨 所以它现在我已知的预售价和之前的车型保持持平 当然关税这个事是大领导进了 咱们也没办法 现在我开着新的Sahara来到了越野道路 首先来介绍一下新木马人四驱系统上面的变化 在中国卖的木马人四驱系统除了传统的2H 4H和4L之外呢 还多出了一个叫4H Auto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美国是需要选装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基于后驱的一个适时四驱系统 它可以智能的分配前后桥的动力 相当于是一个傻瓜的四驱模式 而今天越野道路难度并不大 Sahara可以全程非常轻松的通过 我甚至都不用用上最强的4L的模式 我直接用4H或者4H Auto就能搞定 首先说一个体感方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 整个木马人的悬架确实是变舒服了 但是说过在公路上很舒服 现在越野道路上遇到比较大的冲击 仍然还是比较舒服的 它能化解一部分很大的爬爬的冲击 让这个车相对来说在这么颠簸的道路上 还能保持一定的舒适性 第二20T发动机输出的线性的问题 之前在美国的Rubin开场已经验证过 这20T发动机其实是挺线性的 现在在Sahara上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 所以你不要对这个增加发动机有任何的惩戒 第三由于Sahara的前后桥没有锁 它是全靠电子线滑 上一代Sahara的问题是 之前好像是在好汉坡上已经得出过结论 就是它在跑起来的时候线滑就基本上没有了 而在静止或者速度非常低的时候 线滑还是非常有效的 而今天由于这个道路并不是特别难 没有出现什么线滑工作情况 所以新的Sahara的线滑能力 是否有提升我还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按照常理推断 隔了十年才换代的木马仁 它的整体的能力应该是只高不低 所以Sahara相比于有两巴索的Rubin 它的越野能力肯定是有一定幅度的降低 但是你把它放在整个硬派越野车里面 由于木马仁有相当长的悬架行程 不错的四驱以及低速扭矩放大 所以Sahara的整体的越野能力 也能算是非常的不错 一直以来木马仁以出色的越野能力 和个性的外观 吸引着大量年轻而躁动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而当时光荏苒 你也不再是偏偏少年 或应对家庭的担当 或应对限购的无赖 你对车辆舒适性和多功能性的要求 往往不可避免 副驾驶上爱人的笑容 和后排熟睡孩子的分量 在你心中要圆扁的一点情怀重得多 而这个时候 一台又好开又舒服的木马仁的出现 或许能够拯救你年轻时候的梦想 师兄这车真好 这年轻时的梦想值多少钱啊 预售价46万 25号就上市了 那这车是不是在咱们老司机APP 真实成交价系统能查到优惠啊 是啊 那说不定还能查到价价呢 但是我现在一开上手 我就觉得哇 这时候看起来简直是太舒服了 首先说方向方向的这个手感很轻盈